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叫他王呆头 他一个人住在破旧的茅屋里 王呆头啊 这是我卖菜剩下来的钱 你就拿去吃顿饱饭吧 好好好 刚刚他给你多少钱呢 你会不会算呢 真是可怜哦 给了钱也不会用 所以才叫王呆头啊 有一位陈道人知道了王呆头的事情 就来到他的茅屋内 把他带回去收作徒弟 呆头 来 这是扫把可以扫灰尘 扫地 扫地 每天早上起来呢 先把地扫干净 扫地 对 扫完地呢 就去捡柴 捡好柴再教你念佛 嗯 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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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王呆头就学着扫地 剪柴 到了晚上 陳道人就叫他念 我诀陈道人就叫他念 我你陀佛的圣号 嗯 嗯 那那我 嗯 呐 那那我 我 你做 啊 我 嗯 那我 王呆头每次念佛都不成韵 而且还念着念着就睡着了 呆头徒弟 还睡 还睡 都这么笨了 还不知道精进 这样白天扫地剪柴 晚上就念佛数百声 再礼拜一炷香的时间 过了三年 有一天晚上 王呆头忽然哈哈大笑 陈道人以为这个笨徒弟又要偷懒了 就拿起长竹竿 准备要打他 可是王呆头竟然说 师父 您今天不能打我了 陈道人觉得很奇怪 就问他原因 他回答说 师父 您哭作了十八年 不知道修行的方法 如果能够像我这样老实地念佛 拜佛 早已经往生西方见到佛陀了 陈道人觉得今天的呆头徒弟很奇怪 可是他又不明白他说话的含义 第二天 王呆头登上了山崖 面对西方合掌念佛 就站着王呆头 就站着往生了 火化以后 还有凌锐的舍利子 老实念佛的王呆头 其实一点也不愚笨 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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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